欢迎观看第五期的裴洛西走的中共提前武统台湾 中共对台湾岛七个区域发生实弹演习第二天 解放军恐共拍出了68架次的战机 13艘的军舰持续在台湾周边平民的活动 其中更包括单日记录突破了30架军机飞越台湾中线 包括6架歼11战机和24架苏30战机 这中共对台湾岛的围岛之势 破破了68架次的军机围困台湾 和13艘次的军舰围住台湾 这已经破破了单日围住台湾的最高纪录 在第一天的军事演习之中 中国的火箭军向台湾的东南西北发射了 10亿枚东风10亿15导弹 11枚导弹精准击中目标 而在台湾岛附近 距离小琉球度假的台湾居民 感受到距离今年只有9.5公里 现场可以观察到 中共的海陆空导弹火箭军的军事演习十分的精彩 中共这次距离台湾岛 差了9公里的军事演习 是沿着台湾岛的海岸线和中央山脉 甚至已经到达了花莲发电厂 最大的目的是对台湾岛的人 塑造解放军共军 逼近台湾公岛之势 产生一种十面埋伏 东南四北围欧台湾之势 给台湾的人民造成了在新的核宣传上 给予最大的政治与军事压力 另外今天解放军围绕台湾的军演 已经踏入了第三天 大批的解放军的军舰 军机 甚至中国出售了一栋 航空母舰以及航空母舰打击群 和几艘隐形的核潜艇 在台湾岛的四面八方活动 甚至部分的军舰军机 已穿越了海峡中线 这就是一个推断模仿式的 攻击台湾本岛 这次的演习主要的目的就是 从假演习改变成真正的攻台套姿势 估计应该是能够在24小时 直接拿下台湾姿势 另外一边的消息 美传媒传言 台湾空军飞行员十分严重短缺 需要50年的时间才能陪住出足够的飞行员 因为根据最新的消息 台湾的空军从2011年到2019年 只新增了21名的F-16飞行战斗员 而以现在台湾岛的招募飞行员的速度来讲 台湾需要半个世纪 就是50年才能够招募到足够的飞行员 而且根据普博社汇总的资料 台湾岛的总统蔡英文 两年前同意采购66架的美国 洛克希特马丁公司的F-16V战机 这一位到2026年 台湾空军才能够增加到空军员100名 来驾驶这些F-16V的战斗机 而且根据台湾传媒 伊杜雷新闻网指出 中共的解放军 曾以2021年10月4日 触动了56架次的战斗机 进入了台湾西南空域 昨日出现了68架次的战斗机 出现在台湾的空域 这已经瀑布了围困台湾 而且最多中共解放军 空军的最高次数 回应美国众议院议长 裴洛西访问台湾 中国解放军从8月4日 12日开始 一年举行3天的实弹演习 后来演习多一天 总共是4日 首次发射的11枚 东风11-15导弹 十分精准的寄中目标 更有些导弹击中了日本沿海的国际领域 据解放军东部战区的消息 解放军东部战区会按照计划 继续在台湾的北部西南部东部海域 进行空域海域 已经实行3例全制立体化的 实弹化链联合军演 以体验战区部队的联合作战能力 美军策最强化解放军队 今年的空中侦察 据消息 美国总共拍出了7架的各种侦察机 抵近台湾周边空域 观察这次解放军参与军演的最新数据 而且中共的东风11-15导弹 向台湾区域发射的11枚导弹 成功的把美国的福特级航母 击退了几百公里 美国的福特级航母已经躲到 菲律宾海峡区 不敢进入中国的沿海第一岛链 生怕配解放军的东风11-15导弹 精准的继承 所以可简出解放军的东风11-15的 东风系列的导弹十分的准 而且它的飞行速度是超过10马赫 从太空滑翔记录 海面与地面的战斗目标 可以分裂成10个到20个分弹头 真正夹的弹头 让美国的航空母舰成为无法躲避之势 如果精卷度中国的东风导弹在10米之内 可以百分之百的说 完全能够百分之百的寄成任何一艘 存在地球上的美国航空母舰 台湾岛的官方更发出自欺欺人的消息 说中共没有11枚导弹飞越 台湾岛是在整百公里的外滩空上 对台湾岛完全没有造成任何的威胁 这简直自欺欺人 因为在太空之上的100多公里的东风导弹系列 任何一个角度 垂直90度完全直接打击台湾本岛 台湾的那些爱国舰导弹 完全只能够在20公里的防御空域之内 而且它的飞行速度只是3到4马赫 而这些东风系列的东风1115的导弹的贯穿 以飞行速度是超过10以15马赫之内 试问这么慢的乌龟 怎么打得这么快的百兔呢 简直是自欺欺人 而且台湾岛的官方全部的报告的新闻 是造作蔡英文一帮虚假的消息 完合是迎合民进党 所以要造成民进党在投票之时 能够取得台湾竞选的 取得最大的选票的目的 而不是顾及台湾岛23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而给出了任何真实的数据的报道 如果中共这次的演习或是下次的演习 如果能够从三天四天阵制半个月或者一个月 试问台湾岛2300万人民能够保得住肚子吗 因为整整一个月30天如果中共把台湾岛围困得地水不漏 请问台湾岛的生命线与经济线又如何能够成长呢 台湾的经济不能成长 台湾人民的不止又如何温饱呢 所以解放军拿下台湾简直是窝州中边 真的是台湾岛的攻防 可以说顺之间就能倒塌 所以解放军和窝州中边四方八面四面楚歌的围困台湾岛 如果是超过一个月或三个月 台湾的居民精心涣散 到时可以说完全不需要进攻 已经能够成功的自动让台湾岛的人民和居民投降 而且美国与中国对于台湾的问题 完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战略思维 对美国来讲 台湾只是美国的一个边边角角的一个小小的利益 对中国来讲 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个省 属于中国的一个部分 中国从来不会放弃任何武统台湾的任何机会 如果中国要武统台湾 美国或者会出兵 美国出兵的情况是在 中国的解放军还不能够那么的强大 就是中国的空军与海军不那么的强大 就如96的台海维系的时候 当时的中国解放军 海军空军 甚至96的时候 中国根本没有GPS 美国关掉GPS 让两枚飞越台湾岛的飞弹不知落入太平洋的哪一个角落 而现在2022年 时隔差不多30年 所谓如日千里 识别三日 中国解放军的空军 已经海军 已经太空军 已经对美国造成的一定的威射 而且现在中国已经拥有了300多枚的核子导弹 更有潜艇 隐形潜艇 有巨浪型 能够直接从中国飞射潜艇 打击远程导弹 核弹 击中美国本土 所以对美国等发生核子打击能力 造成一定的威胁 美国不可能为了台湾一个小小的区域的问题 而与中国发生了核子大战 正如乌克兰的问题 美国也是退出外围赛 让乌克兰与俄罗斯发生一个拖拖拉拉的局部 拖延俄罗斯的一场长期的战争 而美国不敢正面与俄罗斯一学雌雄 而发生一场核子大战 所以对台湾来讲 要盼望美国为台湾而出兵 简直是吃人说梦话 而且中共对台湾岛这次的东南西北 七个区域发生实弹的演习 最大的突破就是突破的 在96年所拟定的台海中线 所以自此之后 台湾岛与中国之间也没有海峡中线 所以中共的任何演习都能够从假演习变成真正的围攻台湾之事 而且解放军最大的扑破就是把靶场设在台湾岛的东部 而且中共的解放军海陆空火箭军对台湾岛东南西北 发生了困兽之斗 这个包围台湾岛之事 也是解放军从来没有对台湾造成任何的一次实弹演习采用的战略 所以现在有一个包围台湾岛 就等于用作一条捆绒锁 把台湾岛的生命线与经济线深深的捆住 而且在台湾岛的西侧打了一个结 成为了一个关门打狗之事 这主要就涉及外国的事业干预 如果中共围攻台湾岛 这在北部阻止了 在冲城部分的日本乱业如果要围救台湾 也被围堵在中国的捆绒手之外 而在台湾岛的南部巴士海峡 这主要是开放一个区域 让解放军的核子隐形潜艇能够触入于台湾的周面 这也是美国如果核子航母要进入中国的区域 也是一个必经之路 而且北部台湾岛是对于外国势力的这本韩国以及美国 万一要涉及台湾岛加以解围 完全被中国的反介入的军事外围线混龙所 组结在外面 这已经突破了中国现代解放军各种军舰 以各种军机的协和联合作战平台的作战演习 而且同时解键了解放军的实弹化的能力 而且这次演习 当解放军多兵种空军海军火箭军得到最重要的最大的作战平台 实现在台湾岛四面八方困兽十面楚歌 如何联合演习 以及真正攻击台湾岛一个总彩排 总军演的一个严重的考验与军事演习 而且这次的军演包括了对海攻击 对陆攻击 对空攻击等重要的军事科目 军训演习 这些对实道化的攻击十分的强 也是为真正解放军攻击 已经武统台湾 做下最重要的最紧要的总彩排人 假演习真正侵略围攻 拿下台湾的一个重要的科目 正如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采取军演 假军演变成真演习 攻击侵略乌克兰知识 所以这个是一个重复 俄罗斯如何攻击乌克兰 同样的一个军事演习知识 只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知识 是在陆地上 而现在解放军中共对台湾的演习 是在海岛上 虽然地理环境不一样 不过大致的军事采取的方案是完全一致 也最致最大的科目就是 远区以打击 以及东风导弹系列15亿以15对台湾岛的东部发射导弹 这严重以真正的驱离的美国的航空母舰 雷根号所以在真正的战略意义上 已经能够成为中共解放军真正的主策 美国航空母舰介入了台湾岛的真正的军事战略能力 就等于就是说 在中国的第一岛列与第二岛列之间 美国的任何一艘航空母舰是完全不肯塌记第一岛列与第二岛列 如果解放军的东风11-12以及26等东风系列导弹的零误差 是在十米之内 可以说百分之百就能够轻易的把美国的任何一艘航空母舰 在地球上完全抹掉 完全的消失与沉入海底之中 而且这是中共解放军的实弹演习 至于陆军与火箭军的实弹攻击台湾岛和海域 完全精确 这也是解放军假演习 争武统台湾上了一个重要的军事演习 训练 彩排 一支最新的消息 请观看陪洛西飞了中共提前武统台湾第六集 谢谢大家这集 收看陪洛西飞了中共提前武统台湾第五集 我们在第六集 陪洛西飞了中共提前武统台湾再见 陆军 尽情 无法小心翼翼 不留又走痕迹 不同一族命运 不惜躲避却观察着 敌人也不吐听 一类几世出兵 灰灭枯萎赞领 无伤肯定 啊 看哪 傻孩子燃起了火堆 啊 看哪 傻孩子笑着挥手说 啊 看哪 啊 看哪 我在这里 我正常的呼喊 我正常的呼喊 谁睁开眼看见我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正常的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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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可为了你 只想风景 替代爱与你 到底是个我是你 无人能够冷静 时光难尽相陪 冷不清 阿 看哪 无尽心花热彩脸 阿 看哪 好不由于开启下雨 黑暗三里 这永恒的距离 黑暗三里 没有我能将美拥抱 所有的身影 黑暗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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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永恒的距离 黑暗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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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三里 黑暗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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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oo Woo 我在这里 作为 道德 假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